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個小時產黨 今天我們當然不可能不談談 7.1包圍立法會事件 很難想像7.1這個字 竟然與遊行無關 也不可以說完全無關 但你會看到整件事 如何轉變香港人的價值 每次7月1日 大家最關心的是人數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之前說過人數 很科學化 今年有美國的德州大學 和香港大學 然後就說要搞個AI 什麼變色的項目 就說今年你們記住 一定要去某兩個地方 我們就會有人點你的人數 然後突然發現 沒有人關心這個數字 結果點了幾人 結果警方就好像說 二十多萬 二十三萬 二十六萬 然後民陣就說五十五萬 但是德州大學的人工智能點 都是二十幾萬 我不知道我沒有詳細 等待再檢查 但是重點是否重要 你想想這個 原本可以是我們做一集題目的事情 現在我們是連它的數字都不記得 原因就是 有些東西已經是 這個我們叫什麼 很學術的角度去說 就是飯式轉移 或者點飯轉移 已經轉移了關心的事情 但是同來主流想做的事情 都是制後的 就是他都摸不到 究竟是緊要的事情 也可能變得太快 我覺得一點都不是很變 就是之前我記得上星期說過 就是在政治鬥爭來說 其實和你非非的用途 是遠不及用武的 就是這個是方法 我想我們上一集 我們已經說過 大家已經看過了 就是方法 就是你永遠 你一百萬人去遊行 和你非非的去遊行 比不上一萬人去戰鬥 這個是政治來講 是方法 我只不過大家對於香港人 對於基本的政治知識 是不夠 就是說歷史也讀得不夠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誤會 正如上次我都講過 一百萬人遊行 林鄭沒有反應 但是之後作出來的戰鬥 做出來的戰鬥之後 究竟你認為林鄭是星期六的時候 作出那個回應 究竟是因為怕星期日的遊行 還是怕星期三的戰鬥呢 我們拉回今天說七一節的部分 我們也有些朋友 或者我們也可能在附近有觀察過一下 你怎樣去看七月一號晚上發生的事 或者你覺得這次的衝擊 和我們今個月遇到的不同的事 有什麼比較呢 我的朋友 對 你的朋友 那怎樣 很小的時候 在延長看到片 其實這件事 在前幾次已經是這樣的 不過今次的分別在哪裏呢 今次再小的那些 再小的那些 也有中學生 那你和你之前說 包圍警察總部 或者你去其他場合去看 你覺得會不會有個分別在這裏呢 有個分別 就是這些形式或者情形 我想對比的人會覺得 尤其是你在 如果你下午 在遊行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在看手機 就是遊行在看手機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很暴力 衝啊 撞啊 玻璃啊 但是如果你是去到 有去過熱場觀察的朋友 是會 他轉述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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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難不感動的 你覺得其實裡面很和平 那些小朋友 真的是小朋友 第一件事就是 全部都是小朋友 全部都是小朋友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雖然我們剛才說 你是勇武才有 我衝擊才有用 但是你在電視機看的東西 跟你在現場看 又完全不同 因為衝的那些 是沒錯 其實一小撮人 也就是幾十人 甚至乎十個不夠 但是外面就有萬多人 支持他們的人 就完全是跟衝擊無關的 但是你又不能夠說他們沒有參與這個運動 因為他們是用一個很有紀律和和平的方式 去支持那些人去進行一個很暴力的衝擊 這件事也是很多人 你是沒有辦法去觀察得到 因為你不在現場 你不在現場 你不在現場你聽到喊咪 他去到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臨近十二點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是說得很明顯的 就說是因為要保護裡面的人 於是他們要留下來 你說他們是否在一起 還是怎樣協調 外面的人是很和平的 但是他們就覺得外面 但他們是在現場裡面的暴力 不是說暴力 即是現場裡面的暴力衝擊 其實這個另外我們也要說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暴力衝擊 我們也質疑 因為你看到結果 是像一群年輕人的惡作劇 那你就撞爛到門 我小時候也有打爛過槍 因為氣很濕碎 我們小時候也做了很多壞事 我們小時候也做了很多壞事 但你有一萬人一起支持之後 做了壞事 當然大規模比我們一個人做 然後你看到裡面做了些什麼 噴漆 撕了你 整理的樣子 這些就是一些很 如果你問我 就是一些很小毛細的惡作劇 還有下午的時候 我記得有些大人 那就是在群組問的問題 究竟他們衝進去做什麼鬼 有沒有人裏面 就是好像說 他們很無腦 或者怎樣 被人煽動 或者有鬼 你要做什麼鬼 有了目的 因為有了目的 就是全部都報道了 這個是不報道的七一 證明目的 證明他們是 建議大家關心 更加關心這件事 關於剛才你們說的一堆和平 就是跟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想這個也可以在歷史上解釋 就是從來都是這樣 從來很多人去到現場 說 那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攝影機面 都是拍Wolfing那些人 就是那個攝影 從來有人說 電視的新聞報道是不真實的 而事實上 這件事甚至是發生在 當年就是幾十年前 長毛走出去衝的時候 然後說 你講成這樣 其實大家只不過是拍完 咦 有電視記者來嗎 那舉兩項 接著 可以收工十多人 其實整件事都是得十多人 從來都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去回心細心一想 從來這麼多年來 這幾十年來 自從有了電視新聞報道之外 從來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用一個很誤導的方式來報道 你再拉遠一點 都可以說 以前打仗 真的全部軍隊一起打的例子 很少 百宗無一 絕大多數打仗 都是前面那兩排人打 接著打到差不多 發覺其中一邊不對路 就開始走 其實很多人 連都還沒拔出來 就已經是場仗已經完了 其實現實都是這樣 只不過我怎麼經歷太久 一個和平時期 你經常都覺得 很暴力 一萬人是暴力 怎麼辦 其實一萬人的暴力 可以是十幾二十個人 做一些衝擊 然後有一萬人去支持他 就是情況可以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就是 當然 現在的人就說要打輿論戰 其實很多 我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的人經常都把焦點 放在一些民意 等等 我心想 其實如果你是這些組織者 你要搞民意 很容易 因為差妹那些全部都是小女 你隨意可以舉到一大堆的故事 是可以感動到一些老爺 譬如我聽過有一個說 有兩條小女 就去買一瓶水 因為她說 等一下我可能催淚彈 我們買一瓶水 沖身也好 淡色也好 然後她說 那瓶水沖八元一瓶 那八元一瓶我們買不起 然後她們就說 沒有水也無所謂 你說這些 你是那些老爸老母 你可以不感動嗎 實際上太多這些故事 在場景上發生 而這些東西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我們叫做電視劇 有很多東西是傳媒決定了勝負 但是又再進一步 就是 如果你現在在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你可以有很多人在 親身現場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去抗衡這種媒體 另外一件事當然 就是說回 這一件事究竟有沒有用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是錯了 以前我們經常都覺得 我們想了一件事 然後就決定有個目標去做 但是我們最後就發覺 原來我們決定了目標 做的事通常都是做的 因為你決定了目標 別人就預料你的目標是什麼 她已經有個心理準備 我們政府 我當然知道你想遊行 想爭取什麼目標 我有了個心理準備 我反而就已經可以抗衡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就很糟糕了 因為你做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之後會做什麼 反過來的就是政府 這些都是我們那個 整個運動的那種 典範或是飯式專移的 還有7月1號那件事 我想有關心 當日有關心這件事的人 無論你是否在場 都發覺很多事情你都猜不到 是 就是剛才你說猜不到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會無端端 人家還沒遊行之前 就開始衝 是 早上 早上 有人就說 於是否搶了 不關注了遊行 甚至乎因為這樣 少了遊行 就是很多不同的說法 當那些人開始擔心 他真的衝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的時候 又或者是 怕後果會很大的時候 又或者進去怎麼辦 他又走了 他又會切 你覺得他很激進的時候 他又切給你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我想是 由政府好 由哪一方面支持反對的好 你都猜不到 他是究竟想做些什麼 這個我們一直都說 現在有很多評論 這些社會運動的人 都是用上個戰爭 或者上個世代的角度去看 已經做到永遠都是錯的 我們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那些最重大的軍事失敗 根源都是來自 因為你參考了上一次戰爭的經驗去做 這就是今次我們會看到的 你還用那種遊行的角度 你還用上個世代那種社會抗爭的角度 去評估現在的事情 當然就會錯了 最後就是說 很簡單的一件事 現在的人就說 你這樣失敗民意 你下次選舉就輸 突然間你會站在那裡 那些年輕人都沒有打算選 那你可以如何懲罰他 你懲罰不到那些年輕人 他可以懲罰到你 他可以懲罰到你 那天才不是我 你說你是他父母 你可以懲罰他 最慘的理由 不是他們的父母 他父母也沒有懲罰他 然後你會發現 在香港 這個政壇 你要懲罰一群人 你說到最後 就是下次選舉不投票 然後這群年輕人 你連投票的年齡都沒有 他還未夠懲罰 你不要說參選 參選要21歲 你懲罰不到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 你要發覺所有事情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 演化轉移的情況之下 有很多上一輩的評論 就要站在那裡 就是譴責他 譴責他 你會發覺你是耐他們 你可以譴責他 但是你不能懲罰他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你只能譴責他 不就是跟那些 泛民主派 或者政府 最喜歡譴責這個 譴責那個 一樣 大家都是當你聽唱歌 就算了 而且你一個一代人 那樣的話 世界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懲罰了 將來就是這群人 這樣說好不好 我看到的 就我所見的 讀這麼多歷史 所有曾經出現過的思維 都是錯的 至少我們是推翻了 以前的思維 我可以肯定 今天他們這群年輕人的事情 在三十年之後 覺得他們很傻 但是是第二種傻 不像你們那群老爺那群人 那群老爺那群人 那群老爺那群人 已經再下去了 即從來未試過有一種思維 在三十年之後 仍是覺得是正確的 這個是很正確的 但是現在 他們是代表了現在這個思維 而思維這件事 是不停地改變的 即是毫無疑問 老一輩那群人 是已經幾十年始終的 是已經過了事 好 這一段就到這裡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